回答周三盘后公布 上季营收年减17% 但优于市场预期 低迷需求虽然拖累游戏营收减半 资料中心的稳定表现 仍帮助挽回颓势 英国政府周三以国家安全疑虑为由 下令中国文态科技子公司安事半导体 脱手英国最大晶圆厂 Newport Waffle Fab的多数股权 荷兰半导体制造商艾斯摩尔 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营运长施奈德 15号拜会总统参议文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 艾斯摩尔第一期将投资新台币300亿元 约有2000名员工进驻 面板双虎友达群创近年积极布局 高值化市场商机 其中在智慧医疗领域上 双虎合计拿下全球医疗面板 过半市占 下个月也将各自透过子公司参与 医疗科技展 新腾也在电视整理报道